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Joyce 们 让哲学进入经营 建立企业成功金 我们继续谈 金池哲学第40条 以公平竞争为精神 我们在看到 金池始终以公平竞争的原则 成为金池公司内部 所有在经营的时候的准则 我们在企业里面 必须要用光明正大的方式 来为企业来取得胜利 而不是那些只为了成功 只为了要赚钱 获得少许利益 而蒙混过关 这样的心态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体育界 很多的竞争 它就是不用这样的不公平的方式 来取得胜利 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 很多精彩 而且真实的这个比赛 大家都知道 但是很可惜 大家都做不到 希望我们每一个企业的领导者 都必须要具备这样的心性 很多的大公司 为了要让自己的财务报表 或者说它已经是上市公司了 要让自己的经营数字要漂亮 要让自己的企业可以让更多的投资者可以追寻 所以它可能在所谓的财务报表上面给予不正确的篡改 那这样子就不是所谓的光明正大的方式来做经营 从经营成各个企业的部门领导者 必须要让自己的员工可以感受到 部门主管是具备着公正公平的精神来对待大家 也同时可以间接地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工作者 时时刻刻怀抱了这样公平竞争的精神 然后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 最重要的就是面对着我们自己的合作伙伴 还有外面的竞争对手 我们也必须要用这样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 来成为我们在产业上面的竞争 我们每一个企业都能够一起来影响 共同让社会的这样的竞争的态势 回到最基本的所谓的竞争的原则 执下了很多的社会的风气为何这么低落 也就是大家都只为了自己 没有能够来秉持的光明正大 来做各种的竞争 一起来为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 产业竞争社会而努力 我是Joyce 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次继续聊哲学咯 我们下次再见 人民币 自动 冲